一年不忘记住 非常非常精彩 1935年春暖花开 红雁飞来 吴作人兴奋地接到徐悲鸿的来信 让他回国担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授 阔别已久的游子 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也正是从这一年 吴作人开始了他的美术教学生涯 那么吴先生我的印象 他要对我们这个同学 对我们这个有关的 同时艺术的同志 都是很热情 很勤恳 那么我印象很深的 那么在抗议战争时期 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认证 对学生很关心 到教师这个素描指导 一个个认认真真 来读过的个别辅导指导的 那么发得比较好的 那么他是鼓励 发得差的 他也是同样的热心的指导 特别是他们在中央大学艺术系 也学习过的地方 很有感情 也在那任教过 所以当我们母校 进行八十周年的校庆的时候 他得到的校庆 他回忆性的 画了一幅六朝书 以来 自从林峰年先生那个时代 国立乙专建立之后 引进西方的美术教育 究竟我们怎么办 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 这里有几个名字 是我们必须要牢记的 当然了 有徐卑宏 也不可忘记 还有无作人心 只要提到徐卑宏老院长 就必定想到 吴佐人先生 我们的老院长 所以他所起的作用 不仅仅说在一个一专 而后变成了中央美术学院 这一个单位的起作用 他整个在中国近代的 美术教育 这个历史上 他有他所应有的位置 所以他给我的 作为一个老学生的 最主要的印象 他是一个 现代近代的 近现代的 一个很了不起的美术教育家 画画不一定能够当教师 一个画家 不一定能够当教育家 但是吴佐人先生 他本身既是一个 有很高成就的画家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 他是一个 我们近现代的美术教育家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 轰轰烈烈烈的抗日战争 全面展开 通年的八月十三日 日本侵略军在上海登陆 对中国内陆进行狂恐乱战 中央大学被迫关闭 停学 而后内迁重庆 国破家亡 山河沦陷 全国上下 同仇敌忾 1938年 台儿庄大街的消息传来 男女老少欣喜若狂 吴佐人 也按捺不住 自己的兴奋 决定组织 战地写生团 拿起画笔 奔赴前方 奏响历史的战歌 这一时期 他创作了大量的塑写 并在重庆 举办了战地写生跨展 遗憾的是 当时的这部分作品 在战缆中遗失了 1943年 为了不辜负 最富创造力的 艺术的黄金年华 吴佐人 只身离开重庆 来到了 鲜有人质的 西北沙漠和青藏高原 寻找更深厚的 生活机运和艺术之路 西北边陲的壮丽风光 几乎原始的 淳朴的民风 和粗犷奔放的草原牧群 牵动了画家的情怀 这段时间里 他创作了大量的油画 水彩和速写作品 大西北 所特有的明朗的色彩 辽阔的天空 无际的草原 及各民族的生活服饰 其以新鲜的风俗习惯 使得吴佐人目不下街 画中清丽的风光 一改曾经北欧那北纬 四十至五十度地区 光照氛围 所造成的深沉和优雅 渗透出浓郁的自然的味道 蓝天 白云 那一弯清澈的流水 那一对漫步的骆驼 画家脑海中 一幕幕和平的生活景象 禁寿画中 艰辛的西北之行 是吴佐人艺术生涯中的重大转折 他曾回忆说 自从我到青藏高原 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 觉得中国画反映生活的功能 更加概括 更加含蓄 在深入草原戈壁的同时 他更抱着朝圣者的志诚 去到敦煌 在敦煌 他观赏古代雕塑 临摹古代壁画 从优秀的传统艺术中 汲取营养 吴佐人心中的民族意识 和传统精神 终于完美地契合 中国的西部 那散发着古运的黄土 和石窟 充满了韵味的生活和风景 无不牵动着 吴佐人那敏感的艺术神经 他艺术的生命力 再一次薄发 画风也由此而转